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呢 我們要去一個很久沒有去的料點 因為最近 地震很多嘛 去山上釣魚爬山都不是那麼安全 所以又讓我想起了 以前在日月潭釣魚的時光 我們今天就 岸邊小搞搞 OK 出發吧 現在日月潭 完全就沒什麼水 這個釣點是 日月潭 枯水騎的時候才能來 水多的時候是沒辦法走過來的 我們今天用 蟲蟲 現在蟲蟲漲價漲得很兇喔 以前10塊就可以釣一整天 現在 30塊只有那麼一點點 但是如果用活蝦的話更貴 活蝦的效果是比較好一點 但是就是成本太高 如果只是想要爽爽 爽爽拉 好玩的話 用蟲蟲的話比較不會傷本 開掉 好玩啊 這個風蠻大的 直接用15尺的釣竿 然後配上這個釣蝦再用的西井6號 就很好玩了 雙勾 雙勾 今天會咬喔 我上次來這邊釣的時候咬礦不是很好 雙勾 第一桿 這個是珍珠石斑小隻的 這邊速度很快喔 就是一條接一條 我現在還沒開始打SR 如果咬礦不好的話就要打一下SR 但是現在看目前看是不用 一條接一條 就來了 伸出石斑 好玩喔 本來是餓很久了 這邊比較沒有人會來釣 這個要走比較遠一點的 大家可能不想走 這邊欣賞風景實在是非常享受 而且因為這裡遠離那個草叢 所以沒有蚊子 就下去了 又來了 哇 珍珠石斑 連桿 這邊如果拿 蝦桿來玩的話也是很好玩的 但是我這次忘記帶蝦桿回家 所以拿 拿以前在用的15尺 15尺磁釣桿來玩 炎炎夏日撐個山 在這邊就可以玩一整天 前方就是水色大山 眼乾 釣到了第一條 魔鬼 又是珍珠石斑 連小隻的紅魔鬼都給我吞勾 這個人還一樣很漂亮 今天順便來練一項技能 偷懶 沒頭進 遠離步道有一個好處 比較不會有那種觀光客 一直跑過來問你 六五毛 這邊就完全不會有人打擾你 珍珠石斑 稍微比較大隻一點 嘴巴很大 最好是帶一塊抹布啦 因為那個滑滑的 繼續訓練我們的頭彈技術 終於頭進 來試試看打掃的效果怎麼樣 反正就是買那種 比較便宜的 又大包的 中了 然後來打底 縫還太小 差不多 先倒個半包 然後 加水 然後把早上 買的小蟲 撈一些進去 然後揉一揉 揉一揉 有點弄太濕了 水剛加太多 弄太濕就再加一些藥料進來 隨意捏個球狀 捏個球狀 然後 不像抖音的大師們 打個窩子 現在漲潮了喔 我的網子已經跑到下面去了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有打窩之後 釣礦有沒有差 打窩子 馬上下去 伸出石斑 雙鉤 好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魚 長得很像玻璃魚 觀賞魚那一類的 再配上一杯咖啡 完美 今天太好笑了 今天投籃 Miss掉 7、8、9吧 有一些都插邊了 過了一些直接 飛水裡 太不準了 打窩之後跟沒打窩的時候 感覺是差不多 小魚太多 小魚太多 來到前面這一塊比較會濕 所以竿子不用帶太長 我之前都用18屎的 掉到快昏倒 現在15屎差不多 甚至12屎就可以了 越來越掉 越掉越小條 馬上就來 雙鉤 又下去了 我現在腳下這邊 一整群的紅魔鬼 下去了 丟馬上就下去了 真的是 越靠近岸邊的魚越多 自動脫鉤 雙鉤 這隻好像比較大喔 還是雙鉤 這是雙鉤 雙鉤 珍珠石斑尼 不過這尾石斑尼 應該是今天 最大的一隻 這個位置真的很棒 對面還有一盞燈 幫你打光 還是下午的時候 這邊會稍微反光一點 戴墨鏡會比較好 今天 出門就忘記戴 雙鉤紅魔鬼 這個魚養起來一定超漂亮的 這個魚養起來一定超漂亮 有人可以幫我解答一下 這個是什麼魚嗎 怎麼一直都是這個 這個漲潮越來越高 原本我在下面那個位置 現在 一直釣一直退 退到上面來了 我剛剛釣的那塊已經不見了 這隻是什麼 這隻比較不一樣喔 這隻可能是米油草魚 可惜 衝一下脫鉤 終於來一隻 體型不錯的紅魔鬼 他們好像下午 大隻的才比較會出來 從 12點到3點半 浪太大了 大概50幾隻吧 沒有什麼大隻 今天都小隻 OK啦 來這次釣魚就是享受一個 環境 魚的大小 不重要 浪要注意一下喔 那個會 犬神會死掉喔 剛剛 被一個大浪打過來 冰箱都被衝到下面去 好 我們今天釣油就結束了 下個影片見囉 拜拜